I've been buying stocks ever since I was 11 years old so when stocks go down it's good news 股神巴菲特纵横股海超过70年 累积777亿美元 约台币2.39兆身家 这么有钱 当然人身安全超重要 根据巴菲特公司 波克夏最新申报资料 股神一年的保护费 竟然高达38.7万美元 将近1200万台币这么多 上千万的保护费 在大老板排名也只是第四而已 根据美国财经媒体财新报道 最贵的是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他一年的维安成本 高达160万美元 将近台币5000万 其次是甲骨文执行长 爱丽森的153万美元 约台币4700万 排名第三的是 迪士尼执行长 爱格的58.4万美元 约台币1800万 至于苹果执行长库克的保护费 则是20.9万美元 约台币640万 大老板们的安危可是很重要 也难怪这些企业砸大钱保护他们 财经中心综合外电报导